我打算問大家的意見 我下個星期去日本這樣穿好沒有 不如讓大家去決定我穿哪一套衣服 這是第一套 我是Jill的上身衣服 一個紫色V領短的爛衣服 還有一條泥黃色、薑黃色的裙子 然後就是The Corner 今年的長裙子 今年這裡有彈性 然後它是做了一個圓頭 我覺得挺有趣 正面就是這樣的 裙子有一粒一粒的 我打算問觀眾哪一套漂亮 你也可以給意見 好 我打算這樣穿去日本再加一件衣服 OK 好,那我去換第二套了 好 第二套是這樣的 都是長裙子 但是上身也是GU和GU的 這個是更厚身的 應該會保暖一點 如何? OK,好像學生服 我也知道我遲了 那你呢? 你覺得媽媽哪個漂亮? 大家幫我選擇 還有呢? 然後呢? 這兩個很漂亮呀 這個呀 ふ 對呀! activity 這邊是尖頭 銀灰色 當然有少許 Driver 你看著 可以付出的地方 是比較美的 對,它是一個衣服 我覺得我可以去別人的婚宴 或者在一些特別的場合 我需要一些閃亮的東西 可以加在前面 或者平日穿的時候想低調一點 就可以穿一雙尖頭的 有一點肘,又不是完全平底 襯長褲也很漂亮 但這裡我應該未必帶去日本 我怕地面如果剛好撞著下雪的話 這樣會很冷 所以我一定會帶這雙長褲 當年前面是加闊了 然後這個肘是做得更好 它不是很平的,再有肘 它現在是有厚度 所以這個應該會比較舒服 我可以自己一天走十幾二十個小時 可以跑步 這個沒問題,我一向都搭著他們的鞋 無論如何,大家就回答我 對 好期待,吃一杯 然後關於家裡最多人問 好心虛 怎樣收納 有沒有收納的方法 然後怎樣是房子這麼整齊 收納的主題 為什麼雜物不多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雜物房 全屋最亂的地方就是雜物房 收納的心得就是買多些櫃桶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丟進入雜物房 是啊 我們真的坦白說 沒有心得的 不算是一個很整齊的人 但是這間屋我盡量保持一個整齊的 買多些收納箱 分門別類 你要知道哪些東西是放在哪裏的 也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所有東西要有手尾 是啊 你用完之後就要放回它 不要先放在這裡 然後想著遲些才放 你會不做的 我看這條橡筋 你今天好像沒有用過 有啊 我剛才出去的時候就夾著 我現在放回 對了 這一樣就是手尾了 哈哈哈哈 我可以回去 有人問我們海邊會不會很潮濕 我看不到這個 是比較潮濕 但是未至於有東西發霉的 我們有買抽濕機 但是我們只是下雨的時候用來抽乾的衣服 平時我們又沒有特別開 是不算很潮濕 我們多開冷氣 所以就不會有潮濕這個問題 都可以的 然後很多人問都是關於家品 電器的推薦 總之關於家品電器 應該是可以開一閘的 要麼是這樣 我們講一個家品各自 是推薦的 我想到的 是一個牙膏的卷卷 這一個 它在HKTV Mall買的 就是很簡單 三角形 然後在這裡轉 它會將牙膏 淋漓盡致 我覺得是可以不浪費 又可以這樣站在牙膏 我非常喜歡這個 這是我的有趣之作 是 這是我的有趣之作 電器我喜歡過飲水機 我覺得買回來之後是很方便 然後它直接淋漓了 我也覺得是很好 然後我們打火鍋 你要加熱水 它又可以直接出熱水出來 我也覺得是很好的 加品我想遲些 我明年再推薦 因為我接下來會去日本 我應該都會密密集集地 買不同的家裡小物品回來的 哪裏買傢俬會鬆入長洲 我們傢俬很多都是舊屋搬過來的 然後有街坊給我們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街坊 家裡會有一個新的電視櫃 然後說不如我便宜買給你們 我都沒用了 確定適合我們家裡的尺寸 會發生的 然後我們的電視機 之前是旁邊屋搬走說不要 就給了我們 然後壞了我們就在 這個是HKTV Mall 不是 這個是深水埗買的 拿回來 它搬回來的 這裡也有傢俬店 我們的雪櫃是在長洲那裏 直接買的 搬上來的 洗衣機也是的 所以傢俬這件事 沒有可能 現在傢俬會送進來 之後HKTV Mall 順豐 或者如果你真的 外面不送貨 你可以叫它送去街道 或者在碼頭 是有一些搬運公司 他們可以在街道運進來 你可以自己搬 或者你再找人在碼頭 幫你搬去上樓 都有這些服務 所以都不是一個很困難的 是啊 都實有方法 是啊 然後也有觀眾問 跟我們的鄰居 是否認識了很久 為什麼會經常去大家家裡開餐 還是你本身純粹好客 嗯 認識了不久 有些真的認識了三四年 有些認識了一兩年 都有 甚至乎可能幾個月都可以的 是不是我好客 五十五十 我好客也要別人肯 是的 我個人又比較有親和力 我是那種下街會跟別人打招呼 會笑得很開心 陳生早晨啊 誰早晨啊 久而久之 大家多了幾個 又適合了一人的話 就能做到朋友 是的 市區其實我都OK的 我跟鄰居都很熟 是的 有時候大家看到的鄰居 不是一個人 他們是有很多鄰居的 有些是市區鄰居 有些是這裡鄰居 郊友滿天下 這個也是我的性格 是代號來的 鄰居的人 是一個組織來的 是一個組織來的 是的 還有我這麼喜歡邀請人上來 是因為兩個人很難煮食 很難預料的份量 你打火鍋 或者是燒肉 你多點幾個朋友過來的話 就真的多吃很多東西 是啊 種類都多一點 是啊 還有以前他們會幫忙洗碗 是的 所以金山都很願意 很歡迎他們過來 很多人居都是好人 他們每人有自己專屬的洗碗布 然後這個問題是最多人問的 你猜猜是嗎 什麼時候結婚 不是啊 關於房子啊 租金呢 也不是啊 租金不是最多人問的 竟然不是啊 不是啊 反而最多人問就是我們的練習 其實就是由我們以前是假日才進來 現在究竟是不是多了 因為看可能Story的時候 我多了在這裡拍 在這裡拍 所以一個星期有多少天會住在小島 然後上班下班 會出多少天市區 都是很多人關心的 我們現在有一半的時間會在這裏 一半的時間是回娘家 回自己的家 原因是我們都可以有幾天 所以我們會集中在家的時間 連著星期六月日的留在這裏 然後我們有些什麼要在市區處理的話 都會在另外幾天集中處理 我們要分開一下 如果現在有長假期都可能留在這裏 即是有些長期間 以前可能是留兩天 然後有一天留在市區玩 但是現在不僅是我們喜歡 是她 她是不肯下街 我們現在下街是要求她 但是她很喜歡上天台 有觀眾說很想看Chopper在天台曬太陽 是 我有拍到的 她是超開心 你跟她說上天台她會跑出門口 你跟她說要下街她會跑入房 她真的很喜歡這間屋 也是我們本身想進來這裏的目的 可能因為我們留在這裏多了 有觀眾是留意到 問了是不是多了儀式感 怎麼會是千二色狗 早餐 可能我擺盤漂亮 都會的 因為這間屋漂亮 你都想擺多些 做漂亮 襯托環境 還有因為廚房大 我可以買很多的碟 很多的杯 然後可能以前是隨便喝酒 現在是有酒杯 然後好像景色很漂亮 我做早餐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好咖啡 聖誕節好像一向都有 全部都是舊的 聖誕樹是舊的 那些圈圈都是舊的 除了Rituals的大花圈之外 所以我想我本身是有儀式感的 然後把我想呈現的儀式感 放在這間屋裡 都是會加分 對所有東西 嗯 什麼時候拍room tour home tour 然後介紹這間屋 還要多一點時間 我覺得是90% 但是有些細微的位置 我想再去到落實 就是這樣 這裡我不會移動 這樣的時候 我就可以拍一個room tour 還要先收拾集物房 唉 集物房應該會很真實 告訴大家有多亂 裡面全部都是集物 那些你定義不到的類型 全部都放進去 最後應該是關於錢 例如開支 每月的洗費 這兩樣東西是很難計 是啊 封劍尤人 因為我們昨天煮飯 用了不用100元 那就夠吃了 但是前天我們去吃火鍋 每人只兩瓶酒 我都買了600元 所以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住 應該連租金 我們兩個這裡是 在2萬元 應該是 對 那租金也有很多人問 我不會說正確的數字 可以透露新居給舊屋 所以租金升幅是一倍 概念就是在市區租一個300呎的單位 類似吧 總之 是我們兩個的範圍之內 負擔得到 然後如果我在外面 是住一個300呎 可能一房的單位 但是現在這裡是 我們有三房的話 我都覺得是幾開心的 都沒有了 好像搭光了 很多人想看Room Tour 是啊 我會努力的 應該年尾或者年頭 我會盡快去拍給大家 我不知道怎麼拍 一年五集 客廳一集 化妝房一集 然後睡房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們搬了進來新屋的時候 不同的東西 然後心路歷程 可能跟以前的Q&A不同了 然後Chopper最喜歡的位置 哇 真的很難說 整間屋都是他喜歡的位置 因為整間屋都有他的東西 房間也有他的床 然後廳也有 然後他也喜歡上天台 總之 到處都是他 我們是配角 Anyway 希望大家會看得開心 那就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啊 我們下班了好不好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